张爱玲散文 洋人看京戏及其他 1943年11月 用洋人看京戏的眼光来看看中国的一切 也不失为一桩有意味的事 头上搭了竹竿 晾着小孩的开裆裤 柜台上的玻璃缸中乘着身须露酒 这一家的扩音机里唱着梅兰芳 那一家的无线店里卖着赖借窗药 走到太白一封的招牌底下打点料酒 这都是中国 纷纭 刺眼 神秘 滑稽 多数的年轻人爱中国 而不知道他们所爱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 无条件的爱是可钦佩的 唯一的危险就是 迟早理想要撞着了现实 每每使他们倒抽一口凉气 把心渐渐冷了 我们不幸生活于中国人之间 比不得华侨 可以一辈子安全地隔着适当的距离 崇拜着神圣的祖国 那么 索性看个仔细吧 用洋人看精细的眼光来观光一番吧 有了惊讶与炫意 才有名参 才有靠得住的爱 为什么我三距离不了精细呢 因为我对于精细是个感到浓厚兴趣的外行 对于人生 谁都是个一知半解的外行吧 我单减了精细来说 就为了这适当的态度 登台票过戏的内行侍女们 听见说你喜欢精细 总是微微一笑道 精细这东西 复杂得很呀 就连几件行头 那些个讲究 就够你研究一辈子 可不是 演员穿错了衣服 我也不懂 唱走了枪 我也不懂 我只知道坐在第一排抗武打 欣赏那青罗战袍 飘开来 露出红李子 玉色库管里露出玫瑰子李子 梯灯得满台灰尘飞扬 还有那惨烈紧张的一长串的拍板声 用以代表更深夜镜 或是吃力的思索 或是蒙省厚的一身冷汗 没有比这更好的音响效果了 外行的意见是可珍贵的 要不然 为什么美国的新闻记者访问名人的时候 总捡些不相干的题目来讨论呢 譬如说 见了谋杀案的女主角 问她对于世界大局是否乐观 见了拳击冠军 问她是否赞成莎士比亚的脚本改编时装剧 当然是为了噱头 读者们哈哈笑了 想着 我比她懂得多 名人原来也有不如人的地方 一半却也是因为门外汉的议论比较新鲜杠桌 不无可取之点 然而为了避重就轻 还是先谈谈话剧里的评剧吧 秋海棠一句风靡了全上海 不能不归功于故事里精细气氛的浓 紧跟着秋海棠空前的成功 同时有五六出话剧以评剧的穿插为号召 中国的写实派新戏剧自从它的产生到如今 始终是站在评剧的对面低 可是第一出深入民间的话剧之所以的人心 却是借重了评剧 这现象为时使人吃惊 为什么精细在中国是这样的根深蒂固与普及 虽然它的艺术价值并不是毫无问题的 秋海棠里最动人的一句话是精细的唱词 而精细又是引用的古儿词 久逢之几千杯少 话不投机半句多 烂熟的口头禅 可是惊落魄的秋海棠这么一回味 凭空添上了无限的苍凉感慨 中国人向来喜欢引经句点 美丽的精辟的断句 两千年前的老笑话 浑在日常谈吐里自由使用着 这些看不见的纤维 组成了我们活生生的过去 传统的本身增强了力量 因为它不停地被引用到新的人 新的事物与局面上 但凡有一句适当的成语可用 中国人是不肯直接地说话的 而仔细想起来 几乎每一种可能的情形 都有一句合适的成语来相配 替人家写篇序就是佛头这份 写篇拔就是狗尾序雕 我国近年来流传的眷语 百分之九十就是成语的巧妙的运用 无怪乎中国学生攻读外国文的时候 人手一边俗艳集 以为只要把那些断句和文法的连坠起来 便是好文章了 只有在中国 历史仍于日常生活中维持着活跃的演出 历史在这里是笼统地代表着公众的回忆 假使我们从这个观点去检讨我们的口头禅 精细和今日社会的关系 也就带着口头禅的性质 最流行的几十出精细 每一出都供给了我们一个没有时间性质的 标准的形式 仗人嫌贫爱妇 子弟不上进 家族之爱与性爱的冲突 得意缘 龙凤城祥 四郎探母都可以归入最后的例子 有力地证实了女性外相那句话 红宗列马无微不至地描写了男性的自私 薛平贵致力于他的事业十八年 泰然地将他的夫人搁在寒窑里 像冰箱里的一尾鱼 有这么一天 他突然不放心起来 星夜赶回家去 他的一生的最美好的年光 已经被贫穷与一个社会叛徒的寂寞给作戒完了 然而他以为团圆的快乐足够抵偿了以前的一切 他不给他设身处地想一想 他封了他做皇后 在戴战公主的领土里做皇后 在一个年轻的当权的妾的手里讨生活 难怪他封了皇后之后十八天就死了 他没这福分 可是薛平贵虽对女人不甚体谅 依旧被写成一个好人 精细的可爱就在这种魂谱含蓄处 玉堂春代表中国流行着的 无数的关于有德性的妓女的故事 良善的妓女是多数人的理想夫人 既然她仗着她的容貌来谋生 可见她一定是美帝 美之外又加上了道德 现代的中国人放弃了许多积习相言的理想 这却是一个例外 不久以前有一张影片相归风云 为了节省广告篇幅 报上除了片名之外 只有一行触目的介绍 真烈向导女 乌盆继续说一个被谋杀了的鬼魂 被幽禁在一只用作变筒的污盆里 西方人绝对不能了解 怎么这种污秽可笑的 提也不能提的是 竟与崇高的悲剧成分掺杂在一起 除非编戏的与看戏的全都属于一个不懂幽默的民族 那是因为中国人对于生理作用像暴爽之态度 没有什么不健康的忌讳 所以乌盆里的灵魂所受的苦难 中国人对之只有恐怖 没有增险与潮善 结而艾翘美美过于艾超 于是花钱的大爷在乌龙院里 保长了丹恋的痛苦 据作者最可悲的便是他没话找话说的那一段 生 手拿何物 但 你的帽子 生 矮 分明是一只鞋 怎么是帽儿呢 但 知道你还问 溢出凭剧范围之外的有进于杂耍性质的仿棉花 流行的新仿棉花只是全剧中抽出的一幕 原来的故事续的是因监制杀的罪案 从这阴惨的题材里我们抽出来这轰动一时的喜剧 中国人的幽默是无情的 新仿棉花之教座固然是为了时装登台 同时也因为主角任意唱两支南枪北调的时候 观众偶然也可以插嘴进来点戏 台上台下打成一片 愉快的 非正式的空气 进于学校里的游异于性 精细的规矩中 难得这么放纵一下 便招得举国弱狂 中国人喜欢法律 也喜欢犯法 所谓犯法 倒不一定是杀人越货 而是小小的越轨举动 妙再无目的 路旁竖着靠右走的木牌 偏要走到左边去 仿棉花的犯规就是一本这种精神 它并不是对于凭据的基本制度的反抗 只是把人所供养的金科玉律挑单达的轻轻推丧一下 这一类的反对其实极是承认 中国人每每哄骗自己说他们是邪恶的 从这种假设中他们得到莫大的快乐 路上的行人追赶电车 车上很拥挤 他看情形他是不肯停了 便恶狠狠地叫道 不准停 叫你别停 你敢停吗 他果然没停 他笑了 据说全世界唯有中国人骂起人来是有条有理和逻辑的 英国人不信地狱之存在也还骤人下地狱 又如他们最独的一个字是血淋淋的 骂人血淋淋的驴子除了说人傻 也没有多大意义 不过取其音调基础 聊已出气罢了 中国人却说 你敢骂我 你不认识你爸爸 暗示他与对方的母亲有过交情 这便给予他精神上的满足 访棉花成功了 因为他是迎合这种吃豆腐嗜好的第一出戏 张三盘问他的妻 谁是他的恋人 他向观众指了一指 他便向台下作一谢道 我出门的时候 那人多猛照顾 于是观众深深感动了 我们分析凭据的内容 也许会诧异 中国并不是上午的国家 何以武戏占绝对多数 单只根据三国制演绎的那一串 位数就可观了 最迅级的变化是在战场上 因此在战争中 我们最容易看得出 一个人的个性与处事的态度 楚霸王与马肃的失败 都是浅显的教训 台下的看客 不拘是做官 做生意 做媳妇 都是这么一回事罢了 不知道人家看了空城记 是否也像我似的 只想掉眼泪 为老君们绝对信仰着的诸葛亮 是古今中外罕见的一个玩人 在这里 他已经将胡子盲白了 抛下卧龙刚的自在生涯 出来干大事 为了先帝爷一点知己知恩的回忆 便舍命妄身的替阿斗争天下 他也背地里觉得不值得吗 锣鼓喧天中 略有点奇迹的旷位 历代传下来的老戏给我们许多感情的公式 把我们实际生活里复杂的情绪排入公式里 许多细节不能不被踢去 然而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 感情简单化之后 比较更为坚强 确定 添上了几千年的经验的分量 个人与环境感到和谐 是最愉快的一件事 而所谓环境 一大部分倒是群众的习惯 精细里的世界既不是目前的中国 也不是古中国在他的过程中的任何一阶段 他的美 他的狭小整洁的道德系统 都是离现实很远的 然而他绝不是罗曼蒂克的逃避 从某一观点引渡到另一观点上 往往被物认为逃避 切身的现实 因为距离太近的缘故 必得与另一个较明彻的现实联系起来 方才看得清楚 精细里的人物 不论有什么心事 总是痛痛快快说出来 身边没有心腹 便说给观众听 语言是不够的 于是再加上动作 服装 脸谱的色彩与图案 连哭泣都有他的显著的节拍 一串由大而小的声音的珠子 圆整 光洁 因为这多方面的夸张的表白 看惯了精细觉得什么都不够热闹 台上或许只有一两个演员 但也能造成一种拥挤的印象 拥挤是中国戏剧与中国生活里的要素之一 中国人是在一大群人之间孤孤堕地的 也在一大群人之间死去 有如十七八世纪的法国君王 绝代艳后 玛丽安东尼便在一间广厅中生孩子 床旁只围着一架屏风 屏风外挤满了等候好消息的大臣与贵族 中国人在哪里也躲不了旁观者 上层阶级的女人 若是就是的 珠虽住在深闺里 早上一起身边没有关房门的权利 冬天 棉制的门帘挡住了风 但是门还是大开的 欢迎着何家大小的调查 青天白日关着门 那是非常不名誉的事 即使在夜晚 门栓上了 纸消江窗纸一室 屋里的情形也就一目了然 婚姻与死亡更是公众的事了 闹房的甚至有藏在床底下的 病人回光返照的时候 黑压压聚了一屋子人听取林中的遗言 中国的悲剧是热闹 喧嚣 排长大的 自有他的理由 精细里的哀愁有着明朗 火炽的色彩 就因为缺少私生活 中国人的个性里有一点粗俗 是无不可对人言 说不得的便是为非作歹 中国人老是诧异 外国人喜欢守那么些不必要的秘密 不守秘密的结果 最优微亲切的感觉也得向那群不可少的旁观者自卫的解释一下 这样成了找寻借口的习惯 自己对自己也爱用借口来搪塞 因此中国人是不大名掺他自己的为人的 群居生活影响到中国人的心理 中国人之间很少有真正怪癖的 拖略的高人是竹是酒 爱发酒疯 或是有洁癖 或是不洗澡 讲究门师而谈 然而这都是循规蹈矩的怪癖 不乏潜力的 他们从人堆里跳出来 又加入了另一个人堆 到哪儿都脱不了规矩 规矩的繁重在舞台上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 精细里规律化的优美的动作 洋人称之为舞蹈 其实那就是一切礼仪的真髓 礼仪不一定有命意与作用 往往只是为行礼而行礼罢了 请安磕头现在早经废除 据说磕头磕得好看 很要一番研究 我虽不会磕 但逢时玉姐很愿意磕两个头 一般的长辈总是嚷着 鞠躬 鞠躬 只有一次 我到祖仪家去 竟一路顺风的接连磕了几个头 谁也没拦我 晚尽像他们这样惯于磕头的人 人家 业以少见 磕头见理这一类的小小的 不碍事的束缚 大约从前的人并不觉得他的可爱 现在将要失传了 方才觉得可爱 但看学生们于冠上台领取毕业文凭 便知道中国人大都不会鞠躬 顾兰军在农本痴情里和丈夫闹决裂了 要离婚 临行时伸出手来和他握别 他疑心他不真 理也不理他 他欺然自去 这一幕 若在西方 固然是入情入理 动人心弦 但在中国 就不然了 西方的握手的习惯已有几百年的历史 因之握手成了自然的表现 尽于下意识作用 中国人在应酬场中也学会了握手 但在生离死别的一刹那 动了真感情的时候 绝想不到用握手做勇爵的表示 在这种情形之下 握手固数不当 也不能败辞 也不能万福或鞠躬 现代的中国是无理可言的 除了在戏台上 精细的象征派表现技术极为彻底 具有出民的风格 奇怪的就是 平剧在中国开始风行的时候 华夏的文明早已过了它的成熟期 粗鄙的民间产物怎样能够得到 清朝末夜儒雅风流的统治阶级的器重呢 纽约人听信美术批评家的热烈的推荐 接受了原始性的图画与农村自制的淘气 中国人舍昆取而就精细 却是违反了一般凭剧家的言论 文明人听文明的昆取 恰配身份 然而新兴的精细里有一种孩子气的力量 合了我们内在的需要 中国人的原始性没有被根除 想必是我们的文化过于随随便便之故 就在这一点上 我们不难找到中国人的永久的青春的秘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